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Leon 那么今天上传这部影片的时间 应该刚刚好在除夕夜当天 我们2021年农历新年马上就要来到了 在此祝愿各位牛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行好运发大财 Happy New Year 那么之前呢我曾经拍过两集 香港当地的这个商场 圣诞装饰的一些情况 那么今天呢我来带大家来打卡一下 我们香港的很多商场的农历新年装饰到底如何 那我们走起 那这回我们先去哪里呢 我们走着看 走 好那我现在来到了艾斯维尔国际广场 我们来看一看他门口摆的是什么 看到了吗 超级巨大的狮子 步步高升 我现在能看到三个 这里趴着一个 前边是元宝和绣球 这里这个呢 是在那个高台上 步步高升 这儿的主题呢叫金师舞动贺心碎 感觉不错 有桃花 有桃花 福字 真的是好巨大 看看 这儿有一个拿着毛笔的写福字呢 大吉大利 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是非常有中国传统风味的一个装饰啊 我特别喜欢 而且这种狮子的样子啊都是那种广东舞狮的这种感觉 超喜欢这个 好这个就是国际广场的全部了 怎么样 我又专门晚上来了一次够仗义吧 还不点个赞 这就是夜景 那我们转站下一个地方 拜拜 这里1881 看看有没有什么装饰 哦 这个装饰呢 改成了鸳鸯 原来是那个圣诞树 我们看那个圣诞树还在那 只不过现在变成了粉紫色的 啊 是这个样子 鸳鸯 这是中国很传统的吉祥鸯 啊 象征夫妻的 但其实鸳鸯呢 好像在最初啊 并不是只带夫妻 而是兄弟情 后来改成了夫妻 这树上全是紫色的叶子 寒羞草一样的叶子 然后这是海棠花 象征美好的寓意 因为疫情啊 这个装饰啊都趋于简单了 我们在下一个地方 接下来我又来到了黄浦大船这里 那我们过去看看这里的新年装饰 每一年这个船尾的地方啊 就是都会有这个装饰 到了 哇 它这个好可爱啊 这个叫做黄浦天地招财当当黄金鞠 这个黄金鞠今年是牛年啊 我不知道黄金鞠指的是什么 但它边上是有牛的 这个小牛好萌啊 跟个鸡蛋似的这个叫叮咚 帽子上还有个狮子头 旁边还有个带熊帽子的小猫 整个黄浦大船尾的这个样子 好这个地方打卡完成 其实晚上来更漂亮 我专门为大家晚上再来一遍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晚上的景色 是不是更漂亮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近看一看 像万花筒一样的 你看到其实后面这是镜子 这个我好喜欢啊 虽然不大这个地方 但是赏心悦目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碰到这儿 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地方了 其实这儿还是黄埔那个大城旁边 聚宝房 那好下一个地方 这里啊应该是有这个新年装饰 有的这里也有的在前边 好这个就是完整的这个装饰的样子 我感觉这个好像和中国华人新年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它主打的是东营的这个旅行 而且是猪 今年是牛年 泡澡的猪 可爱倒是很可爱 但是跟今年的主题真的是不搭 第一个是日本 第二个也没有牛的元素 况且今年这情况也没法旅行 这个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日本的和果子 就旁边摆的这些 是一种甜品 这个就是这样的 说实话 它这个主题让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好 那就下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又来到了和里活广场 这个广场呢 是钻石山这边最大的一个商场 也是比较老资格的一个老品牌 我们去看看这里的新年装饰 走 这个大 这个好漂亮啊 哇哦 这才像个样子吗 起迎春和里活广场 哇 还有各种各样的棋子 这边是一棵桃花树 哎这桃花树好像是真的哦 好像是真的 我有理由相信它是真的 我不知道网上有没有能查到这棵树 我也不敢摸啊 因为这个毕竟是摆的东西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发芽的那些细节啊 树皮啊 应该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牛 它这个主题呢是拍拍pig 这些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 那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一个 柜台吧 现在还什么都没摆 这个是正面的样子 哇这个好亮啊 好看呢 是不是把我的脸都照得超级亮 哈哈 好看好看 这个好看 它这个里边呢 应该有箭头的 会不会是有那种小的卡丁车呀 哎有可能哎 这个灯光很漂亮 这个虽然也是跟猪有关系啊 虽然跟牛年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原谅它了 因为它这个很明显是业配嘛 应该是跟人家合作的 而且看在它这个做的这么高大上 做的这么好的这种感觉上啊 我觉得这家也是蛮不错 我很喜欢 我们再走近看看这边 好壮观 新年进步 发财 后边有一个巨大的龙 这个是小papa pig 这个是爸爸 哈喽摸摸你的肚子 不错 这个地方呢 赏心悦目很好 而且我们看它下面那个花 这个花呢 也是新鲜的花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 打一下这个花的名字啊 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旁边这还有一个热气球 这个也好高啊 看起来的有三四米 加肥乌润 能看到吗 北方好像很少有这样祝福的哈 就是广东一带香港这边 好像会这样去祝福 我看到好几次了 好 好这就是整个河里活广场的样子 赞 河里活广场这个地方就到这了 我们再赶快奔赴下一个地方 接下来是这一家 Makeup Box 哇还没进门 两边就是两棵 这个金桔树 有面 哇 不错不错 这家好看呢 这个叫做六星赫穗天灯园 嗯 不错 Hello Kitty 这边有个拿毛笔的小朋友 有个小青蛙 大菊 嗯 这个是以灯为主题 也有桃花 天灯 这些 这个更可爱 嗯 这里边可以照相 我就不排队了 这边也是 我这个好看 这个也好看 裁员广进 小牛头的Hello Kitty 好多钱呢 发财 我喜欢它上边的这个装饰 是吧 很好看啊 桃花 这个是整个的样子 那就逛到这儿了 好了各位 那我已经出来了 已经赚了今天有很多家的商场了 赚到有点脚都酸了 那这个影片呢 就差不多就到这吧 呃综合上 比较来看呢 就是 比我之前拍的这个圣诞装饰啊 呃我们的新年装饰 多少呢 都是更加的生活化一点 没有那种高大的那种 不灵不灵闪的东西 呃都是贴近生活贴近传统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在最后 我也顺便也要说一下呢 就是我的家庭成员啊 在牛年 有两位啊 是本命年 在此呢 也是预祝我的家人 在牛年本命年里面 一切都好 那最后最后 也是希望 在屏幕前看视频的你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牛年大吉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拜拜 拜拜 还有这个相当有名 188港币 考考大家这是什么 知道吗 扭转乾坤 新的一年多么需要扭转乾坤啊